大家好,我是轮椅女孩欣欣 一场车祸,我的人生按了重启剑 一切总临开始 从此轮椅代替了我的双腿 最近小便不好 来医院扎几天针灸 试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由于伤的位置比较高 胸部一下完全没有力量 全靠双手支撑转移 坐轮椅这三年练就了一双麒麟臂 也是这双麒麟臂 成就了想要努力生活的我 我敢不敢承认啊 这些年这么努力的活着 可能也是因为我怕死吧 高位劫瘫快三年了 我依然不相信命运之说 如果真的有 我觉得命运是爱惜我的 在死神想要牵起我的手的时候 命运狠狠的拽住了我 让我活了下来 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 而是接受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接受自己的残缺 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成为更好的自己